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我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闪婚了,并且还是假结婚 虽说是协议婚姻,但毕竟外面看来我们是合法夫妻 夫妻同床共枕也很正常 但我对故事宴像来是跟耗子遇上猫一样 毕竟在项目上他虐我千百遍 哪怕是婚后,我也对他又惊又怕,不敢逾越半步 双人床中间摆放着一长条猫咪抱枕 我还贴着床边睡,和故事宴之间仿佛隔了一条江 但人有七情六欲也很正常 尤其是面对故事宴这种极品 规规矩矩了一个月 直到有一天,我喝了点小酒 看着他刚洗过澡,还流淌着水珠的精壮胸肌腹肌 咽了咽口水,我终于是忍不住了 迷迷糊糊地走到他面前 那啥?顾总 我能不能把一个月的工资替换成某种特殊服务啊? 故事宴压制住上阳的嘴角 眼神灼热地把我的手按压在他的胸肌上 声音魅惑,不用替换,钱是你的,人也是 我被打横抱起,丢进柔软的大床 原本作为三八线的猫咪抱枕,被丢在地上 可怜巴巴地缩成了一坨 故事宴单手撑在枕头上,另一只手缓慢地游走 在酒精的催化下,我一脸羞红地看着他 思绪也变得恍惚起来 正在我以为会和他有更深一步的交流时 故事宴却突然停下动作 我爱你,但我不会再和你喝醉时 突破最后一层底线 他说这话时,幽深的目光直直望向我眼中 我被他的帅气迷惑,脑子想要应声 身体却直挺挺地睡了过去 恰好荒唐一晚后,第二天是周末 我揉着混乱的脑子,已然失去了昨晚的所有记忆 故事宴正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处理工作 嗯,眯着眼睛在身边摸索着 故事宴走回床边,掀开被子躺了进来 睡醒了,起床去吃早餐 感受到故事宴温热的躯体 昨晚某些回忆又浮现出来 我揽着他精瘦的腰身,将自己又变红的脸埋进去 蹭了又蹭,再蹭就要烧起来了 故事宴轻笑一声 是我想的那个烧起来吗 面对故事宴这样的颜值和身材 一天到晚,搞得我人心惶惶的 今天休息,我们到附近玩玩 故事宴将我拖起来抱着 我眼前一亮 故总这是要跟我约会 故事宴捏了捏我的脸 在家还叫故总啊 我又是老脸一红 推开他冲进卫生间 果然 让感情升温只能用最直白的方式 等我梳洗完 故事宴去车库取车 咱们去哪儿 眼看着车已经开出城了 我才想起来问故事宴 我看网上的攻略 最近你们女孩子好像都喜欢野餐 故事宴开着车 手臂的肌肉线条有一瞬间的僵硬 难道她在紧张 我了然地呕了一声 没想到故事宴还有这么体悍柔情的一面 七拐八拐了一阵子 我们在山野间的一栋小洋房前停下 这是民宿 没见过这家诶 我下车 打亮着面前精致的小洋房和门前修建整齐的花园 故事宴 这是几年前我买来度假用的 我惊呆 这些万恶的有钱人 想起给故事宴当牛马的日子 再看看面前的度假小洋房 我酸了 果然 每当我在负重前行的时候 总有一个狗东西在替我享福 感受到我哀怨的眼神 故事宴的脑袋上弹出一个问号 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晕车 我干巴巴地笑了 没 我太高兴了 我看着两手空空的故事宴 忽然想起来我们什么都没准备 故总 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就来野餐了 故事宴打开大门 已经提前让管家准备好了 啊 我又酸了 果然如故事宴所说 冰箱里已经准备好了各种食材 花园里的烤架上也放好了点燃的炭火 霸总意义上的野餐果然非同凡响 我将食物一盘一盘端到花园里 此时阳光正好 故事宴今天穿的休闲服 比平日里平添了几分少年感 看得我又是一阵小路乱撞 饿的话 柜子里有零食 故事宴低头烤串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 她只当我眼中泛出的绿光是饿的 没事我还不饿 有什么能帮你的 我鼓起勇气凑到故事宴身边 故事宴看了我一会儿 然后在花园里找了点工具递给我 拿着去花园玩一会儿 烤好了叫你 我看着手里的捕虫网擦了擦额头的汗 老板发话了 我不敢不从 故事宴在考价前忙碌 而我则是在不远处的花园里铺蝴蝶 场面和谐又诡异 来吃饭吧 我连忙放下工具 屁颠屁颠地跑回花园里的小凉亭 才一会儿功夫 桌上已经整齐地排好了各种食物 甚至还有甜点 哇 顾总你好厉害呀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这摆盘 随便一拍 就是ins野餐神图 看来故事宴真的有研究攻略 我感动的眼眶微红 哪怕我们只是协议结婚 但故事宴真的很敬业 这就是所谓的干一行爱一行吧 快吃吧 早饭都没吃 现在也该饿了 故事宴倾咳一声 拿了餐具塞进我手里 我没有错过故事宴转头的瞬间 微微发红到耳阔 难道故事宴也喜欢我 晃了晃脑袋 甩开脑子里荒唐的想法 再次提醒自己 我们只是各取所需 天气多变 刚还晴空万里的天气 在下午突然阴沉了 暴风雨要来的趋势 看样子 今晚走不了了 故事宴站在窗前看着天空 握着杯子的手微微发白 看上去有些紧张 我眼神飘忽不定 语气故作镇定 是啊 这种天气开车好危险 那我们上楼洗洗睡吧 说完故事宴转身往楼上走 背影略带着仓皇 虽说是临时来过个周末 房间里却是早就打扫得井井有条 床上用玫瑰花瓣 铺了一个硕大的爱心 顾总 这 可 女佣阿姨的个人爱好罢了 哦 顾时宴飞速收拾完床铺 又从衣柜拿了一条浴巾递给我 下午出了汗 你先去洗澡吧 我愣愣地接过她手里的毛巾 进了浴室 抬眼看见镜中的自己 脸颊红得仿佛能滴血 记思思 你和她只是契约结婚 耸什么 等我洗完澡 围上浴巾才发现 顾时宴似乎没有给我准备睡衣 刚才换下来的衣服 已经被我顺手丢进洗衣机 再拿出来 穿也是不能了 真是一条裤衩子 都没给自己留 窘迫地站在原地犹豫了很久 直到顾时宴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犹豫在三后 我把浴室的门拉开一条缝 那个啥 顾总 我没有换洗的衣服 抱歉 说我疏忽了 顾时宴在门外翻找一阵 不一会儿 我手里就被塞了一件衣服 我将手撤回来 是顾时宴的衬衫 我换上顾时宴的衣服 下摆刚好盖住大腿 被热水冲刷过的 皮肤粉扑扑的还挂着水珠 领口没有完全扣上 向外敞开里面的春光 半隐半显 看起来比不穿还要色气 你去洗吧 我从浴室挪出来 迅速跑进被子里 顾时宴的声音沙哑 静谧的房间里 响起她略显急促的呼吸 浴室的门再次关上 水声从里面传出 我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在被子里 不知埋了多久 轻微缺氧让我有些困倦 迷糊之际 感觉另一边的床榻凹陷 顾时宴掀她被子躺了进来 我的后背似乎能感受到 她身上还温热的水气 睡了吗 思思 我僵直着后背 轻轻点头 睡了 身后传来顾时宴的笑声 我刚在说什么呀 懊恼地用被子 将自己从头都到脚 顾时宴贴在我身后 敏锐的感官感受到某些变化 我色缩了一下 顾时宴却捏了捏我的掌心 眼神撩人 你说的 想把一个月的工资 替换成某种特殊服务 我答应了 体温透过单薄的面料传递 我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地解释 哈哈哈哈 顾总我开玩笑开玩笑的 可我爱你 不是玩笑 剩下的话还没说完 顾时宴变稳向我 封住了我所有话语 窗外已经开始下雨 雨点敲击着玻璃 和房间内我们凌乱地呼吸交织在一起 是内外的温差 给透明的窗户蒙上一层 以你的雾气 情爱如潮水 开了闸就再也关不住了 从度假小屋回来以后 我和顾时宴之间的关系 又有了微妙的变化 今天已经是我第八次 出现在顾时宴办公室了 顾总 您说的需要改动的地方 已经做好了 我将手里的文件 毕恭毕敬地递给顾时宴 她淡淡地接过扫了几眼 嗯 先这样吧 一会儿有事再叫你 我擦了一把头上的汗忍不住了 要不您还是一次性跟我讲完吧 本来就腰酸腿疼的 来来回回跑了几次 我现在大腿内侧直打站 顾时宴修长的手指 在光滑的桌面上画着圈妈撒 奇怪的回忆又钻进了我脑子里 那你可能要在我办公室待很久了 四目相对间 仿佛看到了她眼中强烈的占有欲 我甘笑两声 你有事尽管叫我 我不怕麻烦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 回到办公室 同事戳了戳趴在桌子上装抹布的我 思思 你是不是哪里惹到顾总了 我猛地抬头 这么明显吗 同事表情复杂地点了点头 一个文件来来回回改了十次了 按照万恶的资本理论 顾总一定是想让你主动离职 你别吓他了 顾总不是那么无聊的人 一杯奶茶稳稳地放在我眼前 我抬头看着上方的男人愣一顺 副总监 一旁的同事见状笑得意味深长 哦 副总监又单独给撕撕开小灶 副身勾了勾唇 指着不远处的前台 哪能忘了你们的 自己去拿吧 同事们欢呼一声就去拿奶茶了 今天又沾撕撕的光了 面对同事们的调侃 我尴尬地笑了一声 没有没有 谢谢副总请喝奶茶 副身将一份资料放在我面前 这是甲方的资料 你看看或许对后面改方案有帮助 我接过文件翻看起来 居然有我之前没查到的数据 顿时激动的眼神发亮 谢谢副总监 帮大忙了 能帮到你就好 我立刻开始对照几组数据 修改原先的方案 连副身一直站在身边 没走都没注意到 顾董 办公室下午茶时间 欢乐的气氛突然凝滞 我寻声望去 顾时艳不知什么时候 到了我们部门 并且此刻看上去 心情似乎不太好的模样 十分钟后会议室开会 我心中一咯噔 难道真是方案又没该好 工作中 顾时艳严格到几乎变态的地步 我战战兢兢地收拾了电脑 就要往会议室走 副身见我跟一只 炸了毛的小鸡仔一般 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对着顾时艳说 顾总别这么严肃嘛 把我的人吓跑了 可就不好了 头顶仿佛飘来一朵雷云 顾时艳挑眉 你的人 我心下顿时慌的一批 怎么有种被丈夫捉奸在床的 感觉 副身点头 笑得和煦 身为这个部门的纸细领导 可不就是我的人 顾时艳走到我面前 看了看桌上的奶茶 不是说空膛 凉凉的语气 炸起我后背一层汗毛 连忙将头点得跟捣蒜一样 哦 是是是 不好意思副总 我最近空膛 怕是不能喝着奶茶了 副身笑得更温柔了 听说了 所以给你点的无糖 我低头看了一眼标签 还真是 我低下头 不敢直视面色阴沉的顾时艳 我心下疑惑 先不说我们是协议婚姻 我也没干对不起顾时艳的事啊 这一股子心虚 是什么鬼 一个小时后 我近乎虚脱地从会议室走出来 看着几乎被全盘否定的方案 很想骂顾时艳 公报私仇 同事们七七八八地都下班了 我坐在电脑前 对着各种数据 欲哭无泪 还不下班 收复站在我旁边 西装外套随意地搭在手腕上 看起来更随性了 想把这个方案再改进一下 我叹了口气 继续埋头在电脑旁 那也得注意身体 我带你去吃个饭 再加班也不吃吐 副身单手撑着办公桌 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没看出来 副总还是个这么体贴的人 正好公司加班的人还很多 你一起请了吧 顾石燕站在门口 语气冷地能结冰 思思是我们部门最优秀的员工 我优待一下也是应该 副总也要来吗 副身眯着眼 像一只锁定了猎物的猎豹般 优雅从容 好啊 顾石燕挥了挥手中的钥匙 副总带路 副身比了个寝的手势 空气中似乎有火药味 不是 我也没说要去啊 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看着前面两个男人菜鸡互灼 眼看他们已经走到门口 只能任命地收拾了电脑跟上 餐厅内 我吃着碗里已经被他们堆成小山的菜 而面前两个男人光喝酒不吃菜 势必要分出个胜负来 等到我吃饱 他们差不多也喝趴下了 副总 您住哪儿 好不容易将两个男人扶上车 没喝酒的我顺理成章 成了司机 副身报了一个地址 然后和故事咽头挨着头睡着了 怎么觉得 他俩看上去好有CP感 想磕 咔嚓流念了一张后 我转头美滋滋开车 心想一定要去公司小群 给他俩开个楼 让大家一起磕CP 副总 您到了 副身迷迷糊糊应了一声 门外的管家拉开车门 将副身扶了出去 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我先走了 刚坐回车里 耳边就传来一股温热的气息 老婆抱抱 啊啊啊 漆黑的车里 耳边突然传来声音 真的很可怕 冷不丁被吓到的 我条件反射一般 挥出一拳 一声低沉的闷横后 身后我才反应过来 连忙开灯查看 顾董 你还好吗 顾实验歪着脑袋 靠在车里没有动静 不知道是睡着了 还是被我打晕了 嗯 她刚叫我什么 老婆 顾实验脱口而出的一句老婆 成功让我失眠了 第二天 我顶着黑眼圈 从床上爬起来时 顾实验已经下楼了 脸色阴雾地坐在餐桌 气压低地吓人 顾总 顾实验抬头 眼角带着明显的欲青 像个熊猫 我心虚地低下头 装作没看见 掠过餐桌 站住 顾实验音测测的声音响起 我像被毒蛇缠住了脚腕 不敢动他 下次别答应和附身出去吃饭 他动机不纯 我不解得歪头 顾实验放下报纸 起身靠近 我被他抵在餐桌前 顾实验身上的清冷香气 钻入我的鼻腔 勾得人心痒痒 你别忘了 现在你是我老婆 我的脸疼得红了 磕磕巴巴道 知 知道了 而且我也没想跟他吃饭去啊 不是他顾实验 非要跟人一起吗 当然我也不敢说 顾实验见我走神 不满地缓住我的腰 舍不得 我迅速低头 盖住自己越发通红的脸颊 别胡说 我和副总监 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文言 顾实验才满意地松开了我 吃完早餐 一起去上班 我摆了摆手 没事的顾总 我自己坐地铁也很快 我可不想被其他同事 发现我不但结婚了 老公还是顶头上司 那我可就成了 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了 而且今天路上肯定很堵啊 我可是要打卡的 顾实验想了想 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好吧 那就坐地铁吧 我松了一口气 然后看到顾实验放下车钥匙 拉开大门 我 顾实验 走啊 不是坐地铁吗 我脚下一个亮呛 不是 顾总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坐地铁 去就行了 顾实验好看得没促起 我就知道 你只是喜欢我的肉体 天一亮就是陌生人 语气竟然带着一丝委屈 是我疯了 还是顾实验疯了 见我没反应 顾实验默默叹了一口气 丧眉大眼地拿起车钥匙 能喝别人的奶茶 却不肯跟我坐地铁 错付了 我 不是不是 顾总你误会我了 我连忙给他顺毛 开玩笑 出了这扇门 他就是我老板 顾实验回头 误会什么 你只喜欢我的肉体 我点点头 想了想不对 又摇了摇头 顾实验 那就是不只喜欢我的肉体 他的话成功干烧了我的CPU 脑子是烫的 脸更烫 最后顾实验还是如愿以偿 跟我挤地铁去了公司 地铁上挤满了同事 但以我和顾实验为中心 一圈空无一人 咱们公司要破产了吗 顾总在挤地铁 就不允许霸总相号吗 可是顾总怎么跟思思站一起啊 虚 肯定是没来得及跑呗 咱们赶紧低头装很忙 用来聊八卦点奶茶的小群里 同事们聊得热火朝天 顾实验看了看周围都低着头 手指疯狂飞舞的员工 陷入沉思 最近是不是太忙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默默移开了视线 霸总的手机果然只有工作这一个选项 车厢一阵晃动 我脚下不稳 亮腔一下 腰间立刻被顾实验的手臂拦住 小心 我瞪大眼睛看着顾实验 他以为我被吓到了 又用力将我抱紧了些许 感受到周围投射来的视线 我只想原地消失 偏偏顾实验这个始作俑者浑然不知 手自然地放在我的腰间 没有拿开的打算 我疯狂给顾实验识眼色 顾实验 怎么了 眼睛里进东西了 说完 顾实验那张好看的脸 在我面前忽然放大 车厢瞬间静得落针可闻 正好地铁到站 车门缓缓打开 我立刻脚底抹油 跑出车厢 怎么了 后面有人追你 刚跑进公司 就跟断着咖啡的傅身 撞了满怀 抱歉 副总监 我连忙后退一步 傅身将手上的咖啡递给我 刚买的 给你 多谢了 刚好晚上没睡好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 伸过来先一步 拿走傅身手中的咖啡 顾实验拿着咖啡面 无表情地掠过我们 不知怎么的 我突然感觉 身后刮起一阵阴风 真不好意思啊 副总监 副身唇角勾起 顾总拿着咖啡 你不好意思什么 我一愣 副身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开玩笑的 这么紧张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和顾总有什么呢 啊哈哈 副总监真爱开玩笑 我连忙打着哈哈 走到自己工位上 刚松一口气 一旁的同事就靠过来了 思思 说说吧 说 说什么 同事笑得一脸八卦 地铁上我可都看到了 顾总是不是 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我迅速整理了资料 往门外跑 我去拜访客户了 看来这公司 也是快待不下去了 都怪顾实验 在外面跑了一天的客户 傍晚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 顾实验已经换了家居服 在客厅看电视 餐桌上阿姨已经摆好了菜 你还没吃吗 顾实验起身走到餐厅 等你一起吃 餐桌是不是换了 我看着比原来小了一圈的餐桌 顾实验一本正经地点头 这样家菜方便 偌大的餐厅里 这张餐桌突兀的迷你 餐桌下 我和顾实验的膝盖 轻轻触碰 顾总 真的不急吗 我感觉正好 最近的顾实验很奇怪 晚上 我洗漱完回到房间 顾实验正站在床前端向着 我疑惑 顾总 顾实验回头 指着床 床是不是也买大了 顾实验若有所思地盯着床铺 随后伸手笔划了一下 这块有点多余了 说完 他将原本放在我们中间的抱枕 一到一边 自己躺上去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你来试试 这样是不是正好 看着只能让我们 零距离接触的床铺大小 我确定顾实验疯了 忙完了一个忌妒 又到了公司例行组织团建的时刻 以往顾实验只负责给钱 从来不参加活动 但这次他破天荒地说 要跟我们一起出发 一开始 大家还怨声载道 毕竟谁想下了班 还见到老板 直到看见群里发的 马尔代夫旅行日程表 办公室炸了 知道顾总有钱 没想到这么有钱 妈妈 我就知道我没跟错老板 呜呜呜呜 当初结婚没能去度蜜月 现在圆梦了 群里热火朝天地聊着 而我正靠在顾实验身上 平息着急促的呼吸 她的指尖绕着我的发丝转啊转 声音带着低沉的沙哑 像不像去度蜜月 我猛地被口水呛了一下 咳了一阵才缓过来 顾总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顾实验心情颇好 你说 以后在同事面前 能不能避避避嫌 顾实验手下的动作一顿 避嫌 没听出她语气中 透露出的危险 我不以为然地点头 对啊 毕竟我们的关系不能被知道 所以在公司 咱们还是保持上司下属的关系比较 嗯 话没说完 我的嘴就被堵住了 带着侵略性的吻 近乎啃咬 生理性泪水 被刺激得蓄满眼眶 顾实验疯狗一般 啃了半天才把我松开 我眼泪汪汪地与她对视 我说错什么了 顾实验捏着我的脸 声音近乎从牙齿缝里挤出来 我们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关系吗 还是说你怕复生误会 有副总监什么事 我继续捂着自己火辣辣的嘴 疑惑到 顾实验冷哼一声 狗都看得出来它喜欢你 怎么可能 我摆了摆手 不以为然 顾实验的手又开始摧残我的脸 既然不怕被复生误会 那你还要避嫌吗 好不容易从她手里挣脱出来 顾总 咱们现在是各取所需 被大家知道了关系以后 离婚了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多尴尬呀 话音刚落 一片阴影自头顶笼罩而来 顾实验脸阴沉得能滴水 各取所需 离婚 在你眼里 几丝丝 我们就是各取所需 我的手 被她牢牢置骨在两侧 动弹不得 难道 不是 顾实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突然发出一声苦笑 一时间还真分不清 我和附身哪个更惨 说完 她整个人覆盖在我身上 不过没事 我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让你领会一下 不是 明天要赶飞机呀 顾实验 不顾我的挣扎 顾实验让我挣扎了半个晚上 我和顾实验是坐着她的 私人飞机到的马尔代夫 因为跟大部队的飞机没赶上 下了飞机 顾实验顺理成章的一手托行李 一手牵着我 有了昨晚的切身实际感受 我丝毫不敢挣扎 到现在两条腿都是软的 顾实验包下了一座小岛 除了管家和服务员 再没别人会来 同事们已经三三两两 选好了房间此刻 正在沙滩上自由活动 顾总 房间现在只剩两间了 还剩您和副总监 还有思思没选 那就副总监和顾总一间 思思单独一间吧 说完 助理递来两张房卡 顾实验挑眉 拿过一张 放开交给一旁的附身 你自己睡那间 我不习惯和别人睡 附身轻笑一声 顾总有点不绅士了 难道让思思一个女孩子和我挤一挤 顾实验勾纯 顺便一手揽过我 不劳副总监费心 和自己老婆睡还是习惯的 热闹的沙滩 顿时鸦雀无声 只剩海浪孤单地拍打着沙滩 走吧 老婆 顾实验继续搂着我往房间走去 大门刚关上 就听见外面一阵惊呼 我叹了一口气 疲惫地靠在沙发里 顾实验猝眉 将我从沙发里拎起来 和我公开关系就这么难吗 我摇头 你怕别人闲言碎语 我还是摇头 我干嘛在乎别人说什么 顾实验眉头皱得更紧了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避嫌 我叹气 我们不是协议结婚吗 迟早要离婚的关系 为什么要公开 顾实验愣了一瞬 随即无奈地苦笑 也怪我 从来没跟你说过我喜欢你 哎 这回换我短路了 看着我迷茫的表情 顾实验牵起我的手 走吧 先去吃饭 回来再跟你说 我任由她牵着往外走 脑子一团乱麻 顾实验喜欢我 我和顾实验的是 开始要从我30岁生日当天说起 不甘心30年来 跟异性唯一的接触 只停留在小学时 秋游手拉手的经验 我决定放纵一回 今晚出来吗 不回家的那种 我打开某个软件 鼓起勇气打下一行字 不一会儿 酒店地址和房间号 已经发到了我手机上 敲开房门之间 我还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成年人 这很正常 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注意卫生 顾总 看着门内穿着睡袍 明显刚洗完澡的顾实验 我吓得后退了一大步 不好意思 顾总 我走错房间了 没走错 顾实验慵懒地靠在门边 对着我晃晃手机 嗯 是我们这几个月来 没羞没臊的聊天记录 来都来了 就算网恋对象 是顶头上司怎么了 我深吸一口气 随着顾实验进入房间 荒唐的一晚 第二天我浑身酸软地 捡起地上的衣服换上 顾实验还在睡 正当我准备静悄悄消失的时候 顾实验的手机响了 她迷迷糊糊接起 一道红亮的女生传来 昨晚没回家去哪里鬼混了 我心下一惊 难道顾实验已经有老婆了 那我岂不是 果然祸不单行 我还在惊魂未定时 顾实验手机里的声音 瞬间拔高了八度 你房间里怎么有女孩子 顾实验这才发现 她接的是视频通话 我只觉天塌了 顾实验从床上爬起来 揉了揉眉心才开口 妈 我都三十多的人了 怎么还有茶岗呢 妈 我继续呆立在原地 听着他们的对话 三十多怎么了 三十多也不能乱来啊 正经找个姑娘结婚 才是真的 顾实验抬眼看着我 片刻后缓缓道 这就是我要正经结婚的女朋友啊 我彻底裂开了 顾母的声音顿时温婉了 笑着说那不打扰 我们恩爱了 就挂了电话 我站在墙边 抱着衣服 和床上光着上半身的顾实验对视 顾总 我们结婚 哎 当天下午 顾实验就拿了一份结婚协议交给我 我每个月会给你打一百万作为补偿 直到我们婚姻关系结束 看着我犹豫不接的样子 顾实验又说 我们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 对吧 看着她手机里我眉胸眉扫发的各种想老公的表情包 我一咬牙 欠 难道顾实验真的和我网恋出感情了 晚上 躲开各种八卦的同事 我坐在床上 百思不得其解 顾实验洗完澡下半身围着浴巾就出来了 在想什么 带着沐浴露香气的味道湿漉漉的钻进鼻腔 马尔代夫不愧是蜜月圣地 沐浴露都闻得人心痒痒 这段时间的同床共枕 我已经习惯了顾实验的身体 眼神不自觉地往她腹肌胸肌上飘 察觉到我的视线 顾实验没忍住笑了 睡都睡过了 还偷偷看呢 我老脸一红 清了清嗓子问出了疑惑 你说喜欢我 是当时网上聊天开始的吗 顾实验捏了捏我的脸 我没有那个闲工夫 网上随便找人恋爱 我更疑惑了 一开始就知道对面的人是你 所以才会有以后 顾实验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似乎是她第一次说这些话 虽然和你结婚 是我用了一点点手段 但是和你在一起这件事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是认真的 第一次听到顾实验的告白 我的脸又一次发烫 所以顾总你是什么时候 顾实验打开手机翻找了一阵 一张照片展示在我面前 一个小不点女孩 牵着另一个胖乎乎的男孩 笑得见牙不见眼 这是我小时候 我震惊抬头 难道我旁边的哥哥是顾总你 顾实验点头 是啊 好久不见了 小不点 我拿着她的手机 翻来覆去地看着 和顾实验相处那么久 丝毫没有把她和记忆中 邻居家的哥哥联系在一起 我小时 父母很忙 我就被寄养在姑姑家 刚搬过去的时候很不习惯 也没有朋友 顾实验靠在床头 缓缓诉说着 当时 你是第一个愿意和我玩的小孩 而且怎么碾都不走 我的手被顾实验捏在掌心 思绪汹涌 当年的顾实验很孤僻 周围的小朋友都不愿意和她玩 只有我一天到晚 黏着她 还经常端着饭碗到她家去凑饭 一来二去 我们就成了朋友 后来 顾实有了起色 我父母要把我接到国外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还追着你 跑了几条街 想到自己当时那副生离死别的模样 我也忍不住笑了 随后 精益地打量着顾实验 这么久你还能记得我呢 顾实验靠近我 在我唇上轻啄一口 怎么会忘记呢 你到顾实面试的 第一天我就认出来了 难得出来玩 大家都不甘心 这么早就休息 群里已经开始招呼起来了 家人们都歇了吗 难得一起出来嗨皮 不如我们到沙滩上 开篝火晚会吧 同意 听说晚上还有烟花哦 走起走起 爱的所有人 我靠在顾实验胸口 抬头问她 你要去吗 顾实验吻了吻我的发顶 走吧 一起去 我和顾实验食指向扣着 漫步到沙滩 沙滩上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同事 大家似乎已经接受了 我和顾实验的关系 见到我严余地挥了挥手 老板和老板娘来了 一会儿你们买单啊 我干笑着点了点头 夜半时分 海岸线上炸开第一朵烟花 有几个射牛的同事开始起哄 顾总 听说恋人在烟花下接吻会天长地久哦 我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了 有了开始 大家都嗨了 纷纷开始起哄 亲一个 亲一个 我无措地看着顾实验 她看上去冷静多了 勾了勾唇 一手搂过我的腰 一手扣住我的后脑勺 绚烂的烟花为背景 顾实验的唇落在我的唇上 轻柔浅犬 这一次我不再回避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搂着她的脖子 加深了这个吻 毕竟让她等了那么多年